2024最新好莱坞动作爽片 同盟正式上线 风暴女哈里·贝瑞和马克·沃尔伯格担当主演 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之旅 在英国伦敦 一伙自发组建的组织起名为同盟 他们存在的目的 就是去帮助政府 解决一些无法摆到明面上的事情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暗杀 这一次 他们最新的任务 是逮捕叛离英国 准备前往他国的情报人员 他的手上 有着一串导弹发射密码 在得知了目标人物的路线后 同盟组织利用伪装 成功混进了酒店 李英外合将目标人物抓火 持着机枪 大喊着让目标趴下 只不过 在目标人物被带上头套 准备撤离时 一出门就遭到了埋伏 先是爆炸 紧接着是几十人的动乱 成员按照当初预定的计划 有序进行撤离 只是没想到 有一伙人早就知晓了他们的计划 并提前做好了埋伏 在大雨滂沱中 一个队友率先被枪击倒下 面对藏在暗处的敌人 同盟组织的成员应接不暇 在外接应的人也没有一点办法 成员退守在一座桥梁上 最后一名成员也被击毙 至此 同盟小队全军覆没 他们的目标也被神秘人带走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 一个名叫鲍博的男人在家里醒来 简单收拾过后 就动身赶去上班 他的工作也十分特殊 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高空作业工人 完成了忙碌一天的工作 下班的鲍博出现在了酒吧 和其他几个朋友 就着生活上的琐事畅聊人生 本以为和过往的每一个夜晚一样 普通又充满男人的心酸 可是让鲍博想不到的是 在这里 他遇到了安娜 也是同盟小队唯一幸存的人员 很明显 二人之前就认识 原来在鲍博还年轻时 心里有一个女神 就是安娜 只不过 二人最终熬到了友情以上 但恋人未满 缘分未到的他们 没有走到一起 如今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二人心中依旧有着最初的悸动 就着二人的感情经历 他们聊了一个晚上 水到渠成的俩人 准备加深一下感情 表面上 二人在台球桌上谈笑风声 实际上 鲍博的心里已经想好了去哪个酒店 只是安娜接下来的行动 却出乎了鲍博的意料 他并没有前往任何一家酒店 甚至连旅店都没有选择 而是去了一家公园 鲍博也想起了 这是他与安娜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感情正好 又有地点的BUS加持 鲍博觉得 即便是在天为被地为床的地方 也可以展现自己男人的一面 就在二人搂搂抱抱 准备进行下一步时 安娜却突然一针 扎进了鲍博的脖子 之后他就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 安娜把鲍博装在特制的袋子里 等到他再醒来 就发现自己躺在了伦敦的一家酒店中 看着出现在房间里面的安娜 鲍博一脸疑惑 不知道自己怎么从新泽西州 一下就来到了伦敦市区 愤怒的他想要离开 想要回到家里 走到酒店门口的鲍博 遇到了一个白发的老人 他也是安娜的伙伴 这一刻 安娜才告诉鲍博 自己如今的工作 是情报局的特工 至于鲍博 他是安娜新物色的员工 想让他一起加入到同盟组织 至于选择鲍博的原因 首先就是底子干净 好拿捏 就算被发现了 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能够调查 第二点就是他的工作 作为建筑工 鲍博的身体素质很不错 基本不需要特训 简单的培训一下就能上岗 最后一点原因 便是上一批小队成员已经死光 除了鲍博 几乎没有合适的人选 面对强硬的安娜 鲍博率先想到的是拒绝 他不想让自己 陷入到情报局这种危险的工作之中 一般交易没谈拢 那都是金钱给的不够 在听到添价的工资后 鲍博又心动了 二百万美元 是自己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 最终鲍博决定拼死一事 选择了加入 之后在特训中 他被专项培养 训练特工该有的身体素质 拳击等体能训练都是小儿科 开胃菜 让鲍博接受不了的 是一项又一项突破体能 和自身极限的特训 每一次训练完成 自己都会感叹一句 活着真好 不过 这些训练也让他知道 自己真的超强 适应力和进步都很大 甚至不出几分钟 鲍博就达到了毕业的水准 能力可以独挡一面的他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外出任务 紧张的他在到达目的地时 突然被一群黑衣男带走 在一旁注视的安娜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准备营救 一场枪战在大街上爆发 不过有惊无险 在绝对火力的压制下 鲍博还是成功逃了出来 与安娜成功会合 只不过 他这第一次任务完成的有点拉垮 完全没有训练时的从容 甚至多次陷入了危险之中 还差点被匪徒废掉一只手 好在美救英雄 安娜及时出现 帮助鲍博躲过一劫 逃出升天的二人 没有时间追究匪徒的下落 他们开始怀疑 从上一次的行动开始 连续两次任务 都被敌人摸清了自己的行动路线 并部署了相当成熟的埋伏 如此刚好的巧合 只能说明一件事 鲍蒙组织内部有内鬼 资质较老的成员提醒他们 现在不是对内自我怀疑的时候 越是紧要关头越要稳住 不能起内讧 而且 现在留给他们的行动时间也不长 根本没有空闲时间 让他们寻找内鬼 上一次行动失败 让目标离开 如今 同盟组织了解到 目标人物接下来 会参加一场拍卖会 在这次拍卖会里 情报人员会把导弹发射的启动密码 一起交易出去 这可不是儿戏 于是 同盟组织现有的成员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必须在交易成功之前 抓到情报人员 第二次行动立刻展开 不过由于时间紧急 根本没有详细的计划 只能靠着之前的行动经验 走一步看一步 再进入到目标所在房屋后 他们果然遇到了几名歹徒 在清剿结束后 他们却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目标的踪迹 而同盟小队也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等他们回到车上时 发现技术人员已经死亡 同时 他们的总部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安娜连忙通知其他人撤离大楼 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 只见在市中心的高楼上 一抹火光亮起 再联想到之前的内鬼问题 安娜盘算着 三次行动全部失败 可见敌人对同盟组织的内部部署 已经了如指掌 甚至什么时候行动 总部什么时候人力空缺 都已经被敌人掌握 活下来的安娜与鲍博 在酒店休养生息 他们商量着 再过八个小时 交易导弹发射密码的拍卖会 就要开始了 时间紧急任务重 好在鲍博提前找到了 他们用来交易的手机 通过定位 鲍博确定了到底是谁 想要买导弹发射的密码 通过手机 他们把目标 定位在了市区内的酒吧里 安娜得到消息后 带着鲍博立刻出发 一路上 他们想拨交易人员的外貌 以为是有着重宠保护 酒居上位的超级大佬 但见了面却发现 来购买导弹发射密码的 居然是一个大美女 鲍博和安娜 跟着美女一路回到了家里 打开了箱子验证了 里面就是导弹发射程序 可是当他们要拿走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却突然出现在门口 那就是在第一次任务中 被击杀的队友 原来他并没有死 之所以这么长时间 没有回归组织 证明队友已经发现了 同盟内部有内鬼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名队员才隐姓埋名 准备揪出潜伏 在组织内部的间隙 只要他拿走导弹发射的密码 就可以引动真正的内鬼 失去过队友的安娜 不想让他再次冒险 再加上行动 已经连续失败了三次 保不准这次还会出意外 于是 安娜拒绝了队友的提议 队友嘱咐他们 记住早上八点 一定要前往伦敦大桥 那里会有人过来完成交易 或许 那个时候 真正的内鬼也会浮出水面 和队友拥抱后 他们就分开行动 第二天 准时出现在大桥上的安娜与鲍伯 等来的不是交易人员 而是美国中情局的电话 他们被陷害 安娜被误认为是内鬼 此时能证明他们身份的箱子 也被调包 这也让安娜明白 内鬼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出现的队员 这一切都是他在幕后直起 鲍伯也明白 此时只能自救 不然一旦被带走 那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更重要的是 密码箱子马上就要进行交易 于是二人选择先行撤离 通过昨天分别时的拥抱 安娜成功在队员上 按下了定位装置 之后通过软件 确认了内鬼的位置 不过 二人现在是通缉犯 坐不了飞机 该如何出国 去往杰克抓回内鬼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通过亲戚关系 鲍伯联系上了 在机场工作的亲属 把他们安排在托运的头等舱 之后在杰克下飞机 最终 他们在一个广场上找到了内鬼 此时意外又发生了 和内鬼交易的杰克商人 并不想付钱 还想着黑吃黑 一场枪战又在广场上响起 鲍伯一路跟着敌人 争抢着一个密码箱 在高耸的房顶上 沿着狭小的木条行走 之后更是在道路上 展开了速度与激情 在解决掉商人后 安娜和鲍伯追着内鬼 一路来到了私人码头 此时的内鬼拿着火箭发射装置 想要离开这里 安娜持枪让他浪子回头 内鬼知道自己回去后 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就想让安娜放过自己 在安娜犹豫时 内鬼举起枪 不过他也是虚张声势 目的就是让安娜击毙自己 最终 内鬼死在了安娜的枪下 这次任务完成后 鲍伯以为自己能够回到家里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却没想到 新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他 一群特种雇佣兵 手持精密的枪械想要闯进村庄 却又忌惮村庄里的抵抗力量 于是他们挥舞着白旗装作投降 一步步深入村庄 结果在村民刚刚放松警戒时 这群特种兵就突然开枪 直接点杀高楼上的狙击手 面对剩下村民的反击 雇佣兵出动更多的士兵 冲入村庄进行猎杀 射出的子弹冰冷无比 雇佣兵们的手段异常凶残 面对着没有武器的平民 也依旧没有手软 整个枪声在村庄里响彻 直到晚上才逐渐停息 之后 剩下侥幸活下来的村民被迫投降 而面对示弱的村民 这群雇佣兵们直接用喷火器 点燃他的身体 冷漠地注视着他们在地面上哀嚎 赶过来帮着灭火的村民 又被无情的雇佣兵们点燃 策划这一场残忍行动的 雇佣兵队长格雷斯 左手拿着狙击步枪 对准深夜中逃亡的村民 一个个将其点杀 在确认村庄里没有一个火口后 他让自己的手下点燃这个偏远的村庄 把所有的罪证复制一具 在确认点燃后 格雷斯带领着其他雇佣兵进行撤离 却不知他所做的一切 都被一个女孩 用手机清楚地拍摄下来 对此一无所知的格雷斯 跟随部队撤退 而他所隶属的组织 名叫黑天鹅 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各地争来的雇佣兵 他们手上沾满着无辜的鲜血 而这次雇佣黑天鹅的背后金主 竟然是英国政府 他们在格鲁吉亚修建了一条天然气管道 而修建管道 就要占用沿途的村民土地和村庄 而英国首相只想白拿这些土地 根本不想花钱 于是 面对反对争地的村民们 英国政府雇佣了黑天鹅 去清扫修建管道途中 那些不同意的村落 以此来威慑其他村庄 让他们自愿让出土地 给天然气管道开路 而这次任务虽然成功 但是 他的行为被其中一个村民用手机录下 并且把这残忍的行为 上传到了网络 瞬间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他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不少网友要求 联合国公开审判所属黑天鹅的雇佣兵成员 并彻查雇佣黑天鹅背后的幕后黑手 此消息一出 首先爆炸的便是英国首相 作为黑天鹅雇佣兵团背后最大的金主 他不可能在黑天鹅全员被审判之后 还能安然无恙 到时 英国就会颜面扫地 于是 英国首相准备黑吃黑 想着只要黑天鹅被灭了口 那么 就不会有人再供出英国 于是 他让大英帝国军情六处的特工 带领手下的特种兵 前往消灭黑天鹅 杀人灭口 永绝后患 接到命令的军官 调集自己的手下部队 其中就有一个顶级特种兵王汤姆 他战斗力超群 接到命令后 汤姆先是来到黑天鹅的老巢 一进门就看到了个孕妇 汤姆表面上 和孕妇聊着天 紧接着 趁着孕妇不注意 他便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放倒了女人后 汤姆对其搜身 果然发现 这哪里是孕妇 分明是绑着重型枪械的杀手 解决掉女人的汤姆 拿着自己的武器 带领着其余在外包围的特种兵们 对黑天鹅老巢进行突击 即便黑天鹅雇佣团在外威名不小 但是 面对装备精良的特种兵们 依旧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冰王则率先冲进黑天鹅总部之中 控制住了黑天鹅的头目 同时开始在基地里找寻找格雷斯的身影 结果只发现一个假装他的女雇佣兵 对方还想拿着手雷 与汤姆同归于尽 好在兵王反应敏捷 一枪解决掉隐患后 顺着窗子逃离 避免了被炸死的下场 同时 他跟上级汇报 格雷斯已经逃跑 此时 想到英国首相下达的命令 领导直接清场 之后一枪击杀了黑天鹅的领导人 完成了首相杀人灭口的任务 而得知格雷斯逃跑的消息 领导得到首相的许可 发布通缉令 在全国各地追查格雷斯的下落 而此时的格雷斯 在完成了村庄任务后 踏上了一列名叫欧洲之星的火车 好巧不巧的是 汤姆也正在这辆列车上 准备和自己的女友一起前往巴黎 之后在铁塔下求婚 此时 伪装成残疾人的格雷斯坐着轮椅 登上了列车 身为兵王的汤姆 敏锐地察觉到一丝隐形的杀气 心中不安的他 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而在列车进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底隧道时 格雷斯推着轮椅 来到了洗手间 摘掉了自己的伪装 此时 列车上的巡警想对格雷斯的护照进行检查 结果被拉进卫生间一招反杀 随即清理好现场之后 他召集车里的伙伴 来接管这辆列车 同时 格雷斯炸开驾驶室的门 解决掉司机后 立刻按下紧急刹车按钮 而汤姆发现死在卫生间里的巡警后 立刻打电话通知了特战小队 随着列车停下 乘客们只以为是列车出现了故障 并没有联想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紧接着 格雷斯和其他的队员 将通道内的监控设备破坏 至于之后赶来的消防车上 也全都是格雷斯的人 目的就是彻底接管这辆火车 向英国政府和石油公司 开出两一天价的雇佣费 而这时 汤姆来到隧道 听见墙壁后面有动静 仔细观察后发现 墙背后是手持武器的雇佣兵们 他悄然摸到一名雇佣兵身后 抢过对方的武器 与雇佣兵展开激战 而他一个人且战且退 最后将一道铁门卡住 争取时间 等待政府的援军到来 格雷斯也早有准备 利用重型炸药直接炸开了大门 而这也让其他乘客意识到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事故 而是一次袭击 此时汤姆想回到女友身边 却发现雇佣兵们已经闯入列车 对于任何有反抗意图的乘客 他们都会无情地射杀 所有人只能乖乖地听话 而此时 被列为任务目标的汤姆 透过被震碎的车窗翻身来到车底 向政府透露雇佣兵的人数与武装设备 在接到信息后 政府武装立刻出动 格雷斯的手机 在此时也接到一条消息 通知他政府武装已经出发 明显 在政府内部 有黑天鹅雇佣兵的人员 格雷斯让自己的手下前去搜查 只不过 这名手下却被汤姆轻松反杀 此时 整趟列车上的所有乘客 他们的手机都被雇佣兵收走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的政府军队已经来到事故现场 只不过由于车辆停靠的地点 再加上监控器的损坏 他们对特种兵的所作所为 根本毫不知情 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 他们暂时无法轻举妄动 而英国首相害怕格雷斯说出自己的事情 让领导不惜一切代价 除掉格雷斯 指挥官立刻下令对铁门实行爆破 特种队员也只能按照命令进行进攻 一支突击小队向着列车缓缓前进 在行进路途中与雇佣兵展开激烈交火 在成功撤出隧道后 特种队员们告诉指挥官 雇佣兵已经埋伏在车顶等位置 等着军队进去送死 很明显 他们的行动从刚出动就已经暴露 此时 指挥官知道自己的队伍内部有格雷斯的坚信 同时 格雷斯通过军用内部网络打来了视频电话 原本两亿元的雇佣费要求 此时涨价到了五亿 同时 还要让首相在网络上承认 是他雇佣的黑天鹅小队实施暴行 并安排一架满燃料的直升飞机 确保他们离开 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格雷斯会先释放一百名人质 只不过 他要特种队的队长 以及指挥官亲自去接人质 而队长和指挥官刚上列车 就被格雷斯解决掉了一个 紧接着 他威胁着指挥官 说着如果英国首相不照做 那么 他便会炸掉隧道旁的一条输油管道 以此来杀掉在场所有人 而他们交流的话 也被格雷斯的手下拍下来 此时 聚集在首相府邸的英国政府官员 紧急召开会议 同意了支付五亿报酬的要求 与此同时 汤姆所在的特种部队中 一名成员打了一通电话出去 而接通后 对面竟然是格雷斯 原来他就是这次行动中的内鬼 同时 格雷斯威胁他 要让他杀了汤姆 不然 就曝光他是内奸的事 此时 格雷斯拿着汤姆女友的手机发消息 想要引诱汤姆自投罗网 殊不知 他已经看穿了雇佣兵的计划 在绑架一名匪徒后 汤姆踏上了这趟列车 而此时 格雷斯同样挟持着女友 双方陷入胶着之中 很快 格雷斯率先下手 车厢里陷入混战 汤姆应对之余 还让女友先跑 在利用煤气罐进行引爆后 汤姆成功撤退 格雷斯给作战指挥部打去视频电话 威胁他们再继续行动 自己就把隧道给炸了 迫于压力 政府不得不打去了五亿的雇佣费 在确认前到账后 雇佣兵们决定开着受损的列车离开 他们穿上乘客的衣服进行伪装 想随着人流离开这里 此时 外面的军方已经安排好了狙击手 在人流涌出后 他们没发现格雷斯的身影 最终迫于无奈 军方直接下令 先击杀其他雇佣兵成员 随着一声令下 几名被锁定的雇佣兵成员应声倒下 而此时 不见踪影的格雷斯 则顺着石油管道 挟持着汤姆的女友逃了出来 而汤姆紧随其后 双方在管道旁进行交涉 只不过格雷斯明显没有什么好心情 启动了炸弹 石油管路瞬间爆炸 连带着欧洲之星列车也被炸毁 此时 格雷斯录制的视频也在网络上公开 国际社会都知道 英国首相与雇佣兵黑天鹅勾结 只不过 这些烦恼不在汤姆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一路追着痕迹 找到了躲藏的格雷斯 二人在山林间争斗 靠着过硬的体力 和兵王的素质 汤姆一刀解决了格雷斯 只不过 那五一的雇佣费不翼而非 在度过这次生死之难后 汤姆与女友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固 二人轻轻握握地跨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个伸手矫健并且心狠手辣的男人名叫唐纳德 他是这个镇子上最厉害的杀手 此刻他正在和同伴一起完成任务 只见他在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 迅速拿着武器来到目标面前 瞬间就解决掉了对手 同伴都为他的迅速感到震惊 可没先想到下一秒 唐纳德就一枪解决了同伴 原来这是唐纳德的习惯之一 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行动不留下证据 随后他开车将尸体带到了老板克劳德面前 获得了此次任务的报酬 克劳德是这片区域最大的帮派老大 是他将唐纳德培养了最好的杀手 并且让他手下沾染人命 可是每当完成任务回到家 看见妻子的脸 唐纳德都很想脱离这种在生死徘徊的生活 可是他已经踏入得太深 根本无法脱离 唐纳德还有一个特别没用的哥哥 什么事情都不会 还经常给唐纳德惹麻烦 这天他特地找到唐纳德 因为刚刚出狱的原因 所以哥哥希望唐纳德让自己跟他做事 毕竟两人是亲兄弟 唐纳德也不好拒绝对方 于是晚上他就带着哥哥还有一个小弟 出去执行任务 一个酒吧老板因为欠了克劳德钱 所以唐纳德上门想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他让哥哥还有小弟拿着棍子进去 自己在门口等候 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小弟却冲出来让唐纳德赶紧进去 等他进入酒吧里 看见哥哥正坐在老板身上 用拳头使劲殴打对方 唐纳德赶紧拉走了哥哥 让他跟小弟出去 并警告老板快点把欠的钱拿出来 随后他出去后好好教育了一顿哥哥 因为这次的事情 唐纳德担心哥哥会被老板盯上 于是就给了哥哥一笔钱 让他出去躲着暂时不要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 唐纳德又接到了克劳德的任务 这次他让唐纳德去跟一个名为弗兰基的男人手 拿回自己的钱 并且手脚麻利一点解决掉对方 于是唐纳德立刻带着小弟赶到对方家里 本以为救弗兰基一个人在家 可没想到他的女友也在场 小弟情急之下 直接掏出武器解决了女友 弗兰德也迅速拿出武器将弗兰基干掉 这次的事情太过突然 他们没想到还有第二人在场 本来应该用更隐蔽的手段 可最后却搞得现场一片混乱 两人担心动静引来他人的注意 赶紧溜之大吉 但是殊不知他们逃走的意义 已经被一个小男孩所看见 随后两人开车来到一个河边将武器给丢掉 但是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注意到了行动不正常的两人 直接喊停了他们 唐纳德这才注意到 自己的手上竟然还沾有血迹 为了不被警察发现 他直接朝着小弟来了一拳 等警察过来以后 谎称刚刚他们发生了一些冲突 警察并没有怀疑 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后 就放走了两人 随后唐纳德和小弟找到了克劳德 克劳德拿出一笔钱分给了两人 让他们出去避避风头 可没想到小弟却对报酬不满 一直在叽叽歪歪 唐纳德听得十分气愤 直接一枪就送走了他 然后听从克劳德的话 回到家里收拾了行李 告诉妻子要出去一段时间 但是并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唐纳德一直待在河边一间小屋 但是上次发生的事情 却一直回荡在他脑袋 导致只要身边出现一丝风吹草动 就会做出失控的行为 而在家里的妻子 见唐纳德迟迟没有回来 于是主动来到屋子里找他 可差点被紧张的唐纳德 当成了敌人 好久没见面的两人 在缠绵过后 说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得知了哥哥最近 正在做自己的生意 只不过这个生意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唐纳德担心哥哥做的事情 会惹祸到自己身上 加上自己已经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不想继续这个样子 于是回到城市里找到了克劳德 没想到克劳德却告诉他 律师还没有解决这次的事情 让他回去继续待着 郁闷的唐纳德没有马上回去 而是找了一家旅馆待着 期间还联系上了哥哥 兄弟两人见面后 哥哥拿出了一包围禁品给唐纳德 在西市以后 他问起了哥哥最近做的事情 没想到话音刚落 一群警察就冲了进来 等待到警局以后 唐纳德才知道 原来哥哥所做的就是唯禁品生意 这让一直躲藏的唐纳德 意外进了局子里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唯禁品的事情 被警方留下 不过警长还是找到了他 原来上次唐纳德行动 早就被警方所发现 只不过警长知道 唐纳德只不过是个无名小朋友 真正的克劳德才是幕后黑手 但是警长一直找不到 克劳德的犯罪证据 刚好这次他的最大马仔唐纳德被抓 于是他提出唐纳德跟自己合作 不过唐纳德并没有背叛克劳德 拒绝了警长的合作请求 在被释放以后 唐纳德又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没想到却又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哥哥 唐纳德知道只要跟哥哥扯上关系 就不会有什么好事 所以并不想跟他同心 但是看着哥哥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唐纳德还是决定帮哥哥一满 可万万没想到 哥哥这次竟然又闯祸了 他出来还没多久 就又开始做起了违禁品生意 还把手伸进了克劳德的酒吧里 这眼中危害了克劳德的生命 本来他已经放过了哥哥一次 可没想到对方却不仅没有收手 还越做越大 克劳德忍不了了 于是让唐纳德出手将哥哥干掉 如果他拒绝的话 就派其他人出手 碍于克劳德的威压 唐纳德只能答应了对方 第二天他将哥哥带到树林 拿出武器本想解决哥哥 可是念及兄弟之情 他还是没能下得了手 为了哥哥的安全 唐纳德让他走得越远越好 并且将住所里面的东西全部烧毁 制造了哥哥已经被干掉的假象后 他回去跟克劳德交了差 谁知道时间还没过多久 克劳德就发现了哥哥还没死这件事情 他借着举办了一场舞会为由 将唐纳德叫到了自己的豪宅里 在上厕所的间隙 他的手下过来让唐纳德跟自己去见克劳德 当看见唐纳德后 克劳德直接就说起了哥哥的事情 并且再三询问他有没有骗自己 见对方一再质问自己的态度 唐纳德意识到了事情已经爆了 起身准备离开 但是克劳德的手下却也站了起来 幸好唐纳德伸手矫健 很快就从克劳德的地盘逃走了 但是这就代表自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妻子和孩子也会遇到危险 没办法他只能找到了自己的好兄弟 希望他能够借钱给自己把老婆孩子送走 奈何兄弟身上也没有钱 不过他给唐纳德提供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抢劫有钱人 同时还介绍了一个同伙给他 三人在谋划好行动以后 就立刻开始了行动 他们将目光放在了一个年轻富豪的身上 直接趁着对方在家的时候 蒙面闯了进去 在控制了富豪的妻子以后 兄弟跟大胖带着富豪去取钱 唐纳德则留下来监视他的妻子 一切行动都十分顺利 拿到钱以后三人立刻逃走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本以为拿了钱可以安稳地度过一段时间 谁知道没过多久 唐纳德在一天早上就遇到了警车的围固 他冲进树林里想要逃跑 但是奈何心慌意乱 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 本以为是抢劫富豪的事情报复 自己才被抓了起来 可没想到警长却告诉他 其实抓他根本不是因为富豪的事情 而是因为克劳德已经发现了唐纳德的位置 这一段时间警长一直在监听克劳德的电话 发现他已经发现了唐纳德的藏匿之处 为了不让唐纳德被捕 他率先派人出洞抓住了唐纳德 看似抓捕 实则保护 与此同时警长再次向他发出了邀请 让唐纳德作为证人来举报克劳德 并且愿意帮助唐纳德过上正常的生活 此来想去后 唐纳德答应了警长的提议 但是作为城市里最大帮派的老大 克劳德又怎么会打听不到这件事 他没想到唐纳德竟然会跟警方合作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能留下他了 于是他立刻发布了悬赏 让人干掉唐纳德 知道这件事以后 唐纳德特别崩溃 这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 现在自己不仅危险 老婆孩子更是无法得到保障 警长只能努力劝说唐纳德 于是唐纳德趁机提出条件 让警长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送走 为了唐纳德家人的安全 警长带着唐纳德和一群警察一起 将妻女送上了车 过了不久以后 警察对于克劳德的起诉就开始了 而唐纳德也作为证人出席法庭 这个事情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热点新闻 全部都聚集到了法院门口 这次克劳德并没有脱身 因为他的罪行已经是摆上钉钉 唐纳德的指证让他无处可逃 最后克劳德成功被关进了监狱里 虽然警长之前口口声声说 会让唐纳德过上正常的生活 可还是因为唐纳德先前所犯的罪行 导致他也祸行八年 美国秘密特工彼得在车祸后获得特异功能 听力异于常人 隔了20米远都能把动静听得清清楚楚 不仅能一边打电话一边探听敌人踪迹 还能预判子弹的轨迹 不出意外彼得被中情局老局长看中 花了大心思培养成了秘密武器 这天老局长交给彼得一个S级任务 那就是解决国外一个俄罗斯特工 彼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利落解决所有保镖后 正要对目标下手 妻子艾琳娜突然出现 原来老局长消息有误 艾琳娜也被中情局派了过来执行任务 两人正要相认 身后的俄罗斯特工找准时机举起了枪 彼得虽然听到了动静 却来不及阻止 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妻子面前 因为艾琳娜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不料子弹竟然一时二秒 穿透了彼得后还打中了艾琳娜 尽管事后彼得及时将妻子送进了医院 孩子还是胎死腹中 艾琳娜将这一切都怪罪在彼得身上 提出了离婚 彼得同样一直消沉 就此从中情局退出 跑到一个偏僻的小镇隐姓埋名当了个画家 然而就在彼得退休17年后 一个女孩跑到了他藏身的小镇 声称是他的女儿 彼得完全不相信 因为他的女儿早在出生的时候就死亡 他和前妻艾琳娜还亲眼看到了婴儿的尸体 不过女孩紧接着就认出了彼得画室里的前妻笑笑 彼得还是很怀疑 问他出现在这里的墓地 女孩名叫索菲娜 是专门来找彼得求助的 他和艾琳娜最近遭到了追杀 而艾琳娜则无缘无故失踪了 话音未落 小屋外面突然响起了响声 彼得连忙让索菲娜躲起来 自己和一群突然袭击的恐怖分子单挑 靠着他独特的听令 尽管多年来都没有执行过任务 彼得还是成功躲过了子弹 并且还反杀了这群恐怖分子 不过彼得事后才发现 这群人居然穿着老东家中情局的衣服 彼得瞬间觉得这个事情棘手了起来 他找到了一个黑客 黑进了中情局的网络查询艾琳娜最新的近况 黑客发现艾琳娜一直都很活跃 并不存在失踪的迹象 彼得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立马打了老局长的电话询问情况 就在白天 老局长家里多了两个访客 分别是新任局长和秘书 他们向他询问彼得的身份 因为中情局查到彼得身上携带了一份秘密资料 威胁到了美国安全 于是他派出大量特工围剿彼得 不料特工全部被彼得解决掉 老局长坚持彼得是被诬陷的 将事情告诉他后 两人约了一个地点见面 彼得已经17年没有见过老局长了 上来就质问新局长到底为什么要针对他 老局长摇摇头 他认为那是个很冷漠的女人 他从来没有在中情局和他合作过 彼得之后将老局长带回了住的宾馆 索菲亚正好从卧室出来 彼得听到他说自己是艾琳娜的女儿后 直接掏出枪 逼问他艾琳娜的喜好和出生日期 索菲亚说的头头是道 连艾琳娜手上有个纹身都知道 显然他和艾琳娜的关系很亲密 老局长这才放下了枪 事实上老局长虽然隐退了 但在中情局还是有一些人迈的 他直接打电话给前同事 结果得知了一个噩耗 艾琳娜已经为国牺牲了 他正在执行一件危险的任务 索菲亚根本想不到 自己一直寻找的失踪的母亲 居然死亡了 他当场崩溃 大骂所有中情局的人 老局长沉默了片刻 问其彼得 艾琳娜最近是否联系过她 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彼得摇头说没有 然而就在这时 彼得突然想起 前不久 艾琳娜给自己寄过两本画册 这是前妻的习惯 买什么都喜欢买两份 一份拿来用 一份当备用 彼得立马回到自己的房子 寻找之前的画册 此时家里一片狼藉 中情局的一位特工来到彼得的房子 同样在寻找秘密资料 特工翻遍了整间屋子都没查到踪迹 于是找到了和彼得熟识的酒吧老板娘 一枪把老板娘抱头了 彼得拿到画册后 发现艾琳娜在书的飞夜流了眼 他按照提示撕开了封面 果然看到一个U盘 彼得立马意识到 这个U盘里装的 就是艾琳娜拿生命托付给自己的资料 彼得再次来到黑客的出租屋 准备插进电脑 谁知这时特工得到了消息 带着冲锋枪提前一步埋伏好了 彼得以为是黑客出卖自己 生气地打了他一巴掌 门外的特工戴上了隔音耳罩 立马释放出高分贝噪音 彼得的耳朵本来就很敏感 听完噪音后痛苦不已 在和特工枪战时腿部不幸重担 特工见时机成熟 直接拿着枪冲了进来 只是彼得却不见了踪影 特工泄愤打死了黑客 彼得一路逃到酒吧 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连累了老板娘 他无比愤怒 发誓自己要替前妻和老板娘报仇 彼得不愧是前任顶级特工 逃命的时候还不忘带电脑 他打开艾琳娜留下的U盘 里面是一个视频 记录的是中情局内部的隐秘 他们假借慈善的名义 开了一个孤儿院 收养全国各地的流浪 并在他们八岁的时候 选出适合的养父母 但那些养父母都是特工 中情局实际上在利用孤儿 培养自己的人手 只是他们的手段非常残忍 不仅对孩子们进行严苛的身体训练 还日复一日的精神洗脑 这个计划被中情局称作实习生计划 艾琳娜在探秘的过程中 惊讶发现了自己夭折的女儿没死 就在他马上要说出女儿名字的时候 电脑却损坏了 彼得彻底被真相震撼 他重新返回宾馆 还没下车就听到了敌人的声音 双方立马展开激烈的枪战 老局长浑身是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中情局的特工抓走索菲娜 彼得迅速开车追过去 一路都是埋伏 局长设置了专门对付彼得的噪音 马路的前后都是冲锋枪 彼得好不容易才从这种险境中逃脱 顺着小路滚到了旁边的小树林 幸好彼得命大 最终被赶来的老局长救下 带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老局长替他取出子弹 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水 彼得也将优盘插进了基地的电脑 老局长一看内容 瞬间破口大骂 但就在这时 优盘突然爆炸自然了 他们失去了证据 彼得直到这时才发现 前期喜欢做备份的习惯是多么优秀 画册不止一本 也就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证据控告中情局 老局长劝彼得回去拿证据 彼得却想先去总部救下索菲亚 他在基地拿了一套装备 就单枪匹马地杀到了总部 总部虽然有高科技和监控 但彼得拥有顶级耳朵 在敌人开枪之前就能预判 顺便还能反杀 局长身边的特工一个个倒下 他只能往里撤 彼得埋伏在仓库的一个集装箱后面 解决掉了一个又一个特工 最后凭借高超的身法 成功进入到了内部 找到了索菲亚的藏身之所 谁知局长竟然卑鄙地拿索菲亚当人质 看不下去的秘书一开始还想放走索菲亚 却被狠心的局长一枪杀害 这时之前在黑客出租屋追杀他的特工出现了 彼得想到了死去的酒吧老板娘 决定先杀了这个特工报仇 两人在仓库里展开追逐站 一边跑一边开枪 子弹打完了以后 彼得和特工开始贴身肉搏 两代中情局的顶级特工开始了一场决战 他们的伸手不相上下 彼得问起他的名字 对方说自己叫做丹尼尔 也是实习生计划的意愿 彼得表示非常同情他的人生 但双方下手非常狠辣 丹尼尔划了彼得一刀 彼得就会照着丹尼尔的脸打一拳 不过彼得的体力肯定比不上丹尼尔 加上他很久没做过任务了 最终被丹尼尔打倒在地 不过丹尼尔输就输在自己太年轻 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的原理 居然当着彼得的面 描述自己是怎么杀死酒吧老板娘的 这下可彻底惹怒了彼得 直接拿起旁边的木板 到头插进了丹尼尔的眼睛里 彼得之后又靠自己的听力 追击到了局长和索菲亚的位置 两方持枪对峙 局长派人拿枪顶着索菲亚的脑袋 命令彼得放弃抵抗 彼得没有办法 刚要放下武器 老局长突然杀到 打死了挟持索菲亚的特工 他安慰彼得别怕 但彼得没信 反而直接揭露到 这个所谓的实习生计划 不止局长参与了 恐怕老局长也是其中一员 因为彼得每一次的动向 都会被中情局精准发现 里面肯定有内鬼 他最先怀疑的人就是老局长 再加上之前的优牌 彼得可以肯定 老局长背叛了他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老局长索性不装了 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因为他不甘心就此退休 想要通过实习生计划 造出更多像彼得一样的特工 继续在中情局掌权 之前艾琳娜早就查到了 老局长头上 却被老局长残忍杀害 甚至于当年索菲亚的死亡 也是他一手打造 孩子并没有夭折 而是被老局长偷偷掉包了 索菲亚也加入了实习生计划 早就被洗脑成了一个工具人 老局长于是将枪交给了索菲亚 命令他解决彼得 彼得心灰意冷 这些年对索菲亚的愧疚之情 涌上心头 他没有挣扎 而是闭上了眼睛 随着两声枪响 彼得发现自己没有死 反而索菲亚杀了 作恶多端的两个局长 原来他根本没有被洗脑 而是实习生理最大的间谍 找彼得帮忙的目的 也是为了凑齐这些关键人物 顺便拿到优盘里的资料 找到那些受害的无辜孩子们 父女两相视一笑 彼得告诉他 其实在索菲亚出生之前 他和前妻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利亚 索菲亚则回答 他更喜欢别人叫他伪装着 跳过楼的朋友们都知道 降落伞开关是个玄学 尤其在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 经常会忘记怎么打开 苏格作为第一次出任务的新兵菜鸟 就差点犯了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关键时刻 他还是保持住了身体平衡 和死神小队其他四位老鸟队友 顺利降落到了一个菲律宾小岛 这场四代一活动的首要任务 是救援当地一位军火犯负伤 苏格算是团队辅助 主要负责侦查爆点和后方联络 队长一边在丛林中侦查 一边联络负责隔空投送的总部指挥官 不出意外刚开设备 就战术性失去了影像信号 队长果断让技术担当苏格 秀出自己的无人机 探测到不远处有动静 胆大的黑哥往前继续走 警惕拿着枪前行 按照套路的话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大 因为真正的敌人只会偷袭 不太可能给主角准备的事件 果然黑哥看见了一只小香猪 咬断了他们的设备 气得黑哥想当场杀猪 几人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小规模的营地 队长安排苏格上高地侦查 苏格通过八倍镜 锁定了目标人物 在等待下一步命令的空隙间 苏格无意间将一块口香糖 扔进了旁边的金属管道 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口香糖在下坠的过程中发出了奇怪的声响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死神小队好巧不巧 碰上军火范彼得的交易现场 来自俄国的恐怖分子买家阿耶莎 开着两辆皮卡来到附近找彼得买枪 本来两边相谈甚欢 狙击小队都准备重新制定计划 结果他们还没开枪 阿耶莎就黑吃黑反水了 枪他要 但是钱不给 还顺便砍了彼得老婆的头 拿孩子继续威胁彼得 要是这次不能白嫖 他就没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时苏格已经重新布置好了联系总部的无线电 指挥官朝基地发射了一枚导弹 让彼得趁机逃跑 敌人发现附近有援军 立马围剿了这支小队 狙击手黑哥等人千里之外一枪爆头 但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免费得到了一颗手榴弹 正好炸了苏格所在的管道口 原来管道通向的 是阿耶莎黑吃黑埋伏的手下 一群老六纷纷从屁股后面偷袭 黑哥顶着树叶子一枪一个老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无奈敌人数量太多 队长和前排都重弹身亡 菜鸟苏格眼睁睁看着队友厌弃 精神有些崩溃 苏格立马爆点给本部指挥官 直接用导弹炸了敌人的车 敌方不甘示弱 掏出了五星连发机枪 往苏格脑袋上射 一波精彩的人体瞄边 苏格从山坡滚下 藏进了一片灌木丛中 此时苏格感受到了极致的压力 任务开始十分钟 敌人老巢没摸到 我方两名队友当场祭天 辅助被迫当C 苏格很快检测到 山体旁边有一条秘密小路 来不及多想 他转身就往深山里走 发现敌人的踪影 苏格躲在不远处河边 一个小洞里观察他们动向 不幸的是 一只大黄狗闻到了他的气味 徘徊在附近不肯走 还冲苏格吼叫 眼看这个位置很可能被发现 关键时刻 敌方炮灰又给机会 把大黄狗带走了 苏格迅速跟上 顺便调节自己的情绪 指挥官也知道苏格不好摸 试着和苏格拉拉加长 分散他的注意力 就这么一路聊到了晚上 苏格摸到对方大本营 并给了一个标记召唤队友 不料天空突然冒出一架直升机 似乎是检测到了苏格的信号 飞行员一通扫射 差点命中苏格 剩下的黑哥带着队友 毕普尔立马反击 在指挥官的精准爆点下 完成了一场不错的反杀 还打落了直升机 操作直升机的倒霉弹 只能加大火力 在坠机前投下小型导弹 炸了所有掩体的小山包 苏格在炮火中狂奔 侥幸捡回一命继续前行 他从天黑走到了天亮 为了保持清醒 指挥官又继续了 刚才的拉加长对话 说着说着苏格 突然滚下了山坡掉进河里 无人机检测到附近 出现了三个武装分子 让苏格寻找掩护 但四周除了水还是水 根本没有任何掩体 他索性抬起枪往上打 正所谓最好的走位就是不走位 三打一愣是打不过 还被反杀了一个 苏格都要嘲笑他们不会玩了 他扭头就往河的另一端跑 直到来到一个小瀑布 闭上气跳了下去 苏格很快游到岸边 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休息 正打算歇一口气 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敌方可能确实不会玩 但他们熟悉地形会提前蹲草 不久后 指挥官和参谋失去了苏格的信号 此神小队任务宣告失败 敌人似乎早有埋伏 指挥官将这一切报告给上校后 惨遭解雇 上校亲自坐上了指挥台 当然反派似乎没有明白捕刀的重要性 只是把苏格考在了一座小屋里 屋外还贴心地指派一个小兵看守 赶来的黑哥稍微一伪装 就打倒了小兵 成功救出了苏格 不过黑哥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此神小队成员毕普尔被抓进了基地 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 救援队友和任务目标彼得 射手黑哥冲在最前面 他给了苏格一个暗号 如果附近有不明物体 就说左右联系 如果后面来人 就说溜 两人放慢脚步靠近基地 黑哥用枕头当消音器 凸脸杀了门口的侦察兵 然后带着苏格沿着房子边缘 绕进了基地内部 有两个敌人正在看球赛 黑哥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从背后突袭了一个 另一个想要动手 被黑哥一枪送上西天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后 迅速赶来支援 和黑哥贴身肉搏 不过显然黑哥更胜一筹 门外的苏格同样被盯上 枪在打斗过程中走火 引来了更多人 只见敌人手拿一把冲锋枪 对着黑哥和苏格就是一对人体苗边 打出了精彩的似幻灵 黑哥一边扛着机枪 一边用从口袋掏出手枪给人爆头 不过射手冲得太浅 腰部不幸中了一弹 一个敌人从背后扑倒了苏格 摔在了旁边的泳池里 两人浴血打斗 苏格被狠狠压制 就在敌人要用手枪击毙苏格时 残血的黑哥率先开出一枪 解决了这个出场不到五秒的炮灰 当然这里毕竟是敌方基地 一个手榴弹过来 两人全部被俘虏 包光衣服后被关进了地牢里 和不久前刚进来的毕普尔 成了铁窗类好兄弟 黑哥朝幕后黑手阿耶沙大喊 这里已经被标记了 16分钟后就会有无人机投掷炸弹 如果不赶紧离开的话 会被炸得尸骨无存 但是阿耶沙冲而不稳 从监狱里揪出黑哥 先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 然后在苏格疯狂的呐喊声中 给黑哥一枪送走 杀鸡儆猴的效果达到了 阿耶沙又将苏格拖出来 想要劝详他投靠自己 他在旁边的刑具里 抽出了一把染血的钳子 又不经意拿起旁边的锤子 暗示苏格如果不同意 很快就会有苦头吃 然后阿耶沙抽出了一把日本刀 他很喜欢模仿日本人砍头 这把刀砍掉的上一个脑袋 就是军火范彼得的妻子 苏格没有屈服 阿耶沙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用钳子活生生拔掉他的牙齿 命令小弟反复将苏格按进水里 但就是这样的酷刑折磨 苏格还是不肯透露队友的任何消息 水桶里的水很快被血染的一片通红 就在这时 指挥部空投了一颗导弹 正好炸了地牢 苏格因为藏在水下躲过一截 他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地牢里 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苏格还就吓了一个同事 不过对方被阿耶沙折磨得太狠 连话都说不出来 苏格背着同事往门口走 遇见了挡路的阿耶沙 双方对峙片刻 忽然冲上前搏斗 苏格早就菜鸟进化了 往背后藏了一手日本刀 直接插进了阿耶沙的心脏 想到这个罪犯杀了死神小队所有的人 他就愤怒到想要鞭视 苏格狂揍了他几拳 带着同伴离开 距离基地被炸毁还剩下五分钟 苏格重新拿到联络器 想要和指挥部取得联系 只是地牢信号太弱 他根本打不通 好不容易连通了基地的险 这个腐败的组织居然无人接听 同事在外出生入死 剩下的飞行员却在为一场球赛 欢呼 收到对方的求救信号后 非但不当回事 反而叫推托他找其他人 苏格人都骂了 按照只是拨了一个号码 居然是已经离职的前任指挥官 他的妻子正处在八个月预产期 身为丈夫的他来到超市购买食材 结果就收到了死神小队的危机信号 指挥官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 飞快开车返回总部 休息室仍然一片和谐 任由电话响个不停 指挥官遇上堵车 连闯三个红灯 总算开到总部 导弹还有30秒发动 苏格带着两个受伤的队友 在地牢里往安全区移动 另一边的指挥官一路奔跑 直接夺过上校的尔脉 在关键的最后一秒里 下令波音01号停止发射 广阔的天空中 战斗机惊险划过基地 只留下两道尾气 苏格长松一口气 上校搞不懂指挥官在干什么 愤怒指责他乱下命令 但指挥官根据苏格之前报的数字 在地图上精准指出了他的位置 上校一看 这里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苏格在向他们挥手 而他身为现任指挥官 没有得到后勤大部队任何提示 此时门外传来进球的欢呼声 指挥官压抑着自己的不满 来到休息室 果然发现那群不务正业的飞行员 又空置了波号机 他看似平静地诉说着事实情况 实则怒气直到达了顶端 在教训完所有人后 拿起自己的高尔夫球杆 这个不休蝙蝠看着拉拉踏踏的男人名叫马特 是一名退休的中情局特工 但是他的实力却丝毫没有因为退休而退了 仅仅三下五除二 眼前的肌肉壮汗就被马特撂倒 然后跟另一的男人开始了战斗 可没想到身后的女人却帮了倒忙 拿着武器想支援马特 却意外打伤了他 最后直接放跑了男人 可是马特却没办法怪罪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女儿艾实力 而且这些麻烦全都是艾实力造成的 原来艾实力的丈夫吉尼 偷走了迈阿密帮派老大唐尼的一个重要优盘 优盘里面全都是唐尼犯罪的证据 唐尼和副手得知了消息后第一时间 就派手下去把吉尼给带回来 吉尼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威胁到妻女 于是就将优盘交给了艾实力 然后让她带着女儿莎拉去找马特帮忙 现在只有马特有这个能力保护他们 于是艾实力回到家后 第一时间就收拾了东西带着莎拉赶到了机场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买机票的时候 艾实力发现有两个大汉出现在了机场 这两人就是唐尼的手下 为了莎拉的安全 他让莎拉先坐飞机去开曼群岛 然后找一个叫马特的男人 莎拉按照母亲给的地址还有路费 一路来到了一个位于海边的小木屋 木屋后面躺着一个胡子拉扎的大爷 而他就是马特 很明显马特每天过的都是醉生梦死的生活 而莎拉的手刚刚放到马特的身上 马特就瞬间醒了过来 然后直接反手制服了莎拉 见识一个陌生的女孩 他立刻就放开了莎拉 询问莎拉来这里找谁 当听到莎拉说出自己的名字 马特立刻警觉了起来 以为她是哪个仇人派来的 可是当听到是自己孙女那一刻 她的眼神还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她跟自己的女儿艾实力 很早就没有联系了 不过当看见莎拉拿出的全家福 马特终于相信了莎拉的身份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吉米还有艾实力 都被唐尼给抓住了 唐尼让两人把优盘给交出来 并用武器对准了吉米 可是艾实力却坚持表示 优盘不在他们身上 唐尼通过莎拉乘坐飞机离开的信息 推断优盘就在莎拉的身上 她让副手波波带着手下 前往开曼群岛 把莎拉给带回来 而此时的马特还在询问 莎拉来这里的目的 毕竟她跟女儿的关系很僵 如果不是特别危险的情况 她肯定不会把孙女送来 见状莎拉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都说出来 并表示妈妈会在第二天 也来开曼群岛 虽然马特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糟糕 马特还是表现出了特别温暖的一面 将莎拉哄睡着以后 她尝试联系艾实力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奈何艾实力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等到了第二天 马特将莎拉带去海边吃早饭 莎拉想知道 为什么马特从来没有来过家里 于是马特将自己和艾实力 关系恶化的原因告诉她 原来因为特工的工作 导致马特常年没办法待在家里 就连妻子病重的时候 自己都没有回去看过一眼 以至于最后妻子去世 艾实力觉得一切都是父亲的错 所以跟她断绝了往来 这也是马特退休以后 变得格外颓废的原因 说到这 马特的心里面特别伤感 莎拉见状上去一把抱住了她 并表示自己已经原谅她了 而就在马特跟莎拉爷孙情深的时候 艾实力已经在波波和手下的押送下 来到了马特的木屋 只不过在经过一番搜寻后 波波只找到了莎拉的书包 可是里面并没有他们想要的优盘 三人就在木屋外等待了许久 就在马特跟莎拉回到木屋的时候 她远远就看见了等候在外面的三人 马特将车子藏在大树的后面 然后让莎拉乖乖藏在车里面 随后独自下车走了过去 她装作一副年迈的样子 并且十分客气地问候了两人 紧接着就坐到了健身器材上面 嘴巴不断说着一堆没有用的信息 波波两人都被这无厘头的话语 给整得一连忙 光头老更是失去了耐心 拿出武器对准了艾实力 但是马特依旧没有慌张 反而一边说着外国语一边发疯 波波和光头老都以为马特是神经病 两人面面相去 就在这时 马特突然拿起地上的哑铃发起进攻 直接拍晕了光头老 然后扑倒了一旁的波波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虽然马特是前任特工 可是终究已经年纪大了 而身后的艾实力想要帮忙 于是捡起了地上的武器 但是艾实力从来没有训练过 导致第一枪就打中了马特的胳膊 这给了波波机会 波波直接趁机逃走 而艾实力接下来的攻击没有一发打中他 只能眼睁睁看着波波坐上了马特的车 然后扬长而去 艾实力赶紧上前扶起了马特 当得知波波把车子给开走了 马特一个粗口就爆了出来 因为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带走了沙拉 波波立刻把消息告诉了唐尼 有了沙拉这个人质 唐尼立刻让波波把人给藏好 自己马上派人过去找波波会合 此时艾实力和马特也知道 沙拉现在在他们手上 唐尼肯定会派出更多的手下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其实那个U盘一直都在艾实力的手上 艾实力知道自己无法保护好这个U盘 于是将他交给了马特 并将这个U盘的重要性告诉了他 于是在计划过后 他们两人先将光头牢给丢进了海里 然后来到了一家偏僻的旅馆里面 为了将唐尼的帮派一网打尽 马特只能动用了自己先前的关系 他将电话打给了中情局的局长艾力 对于马特的电话 艾力也是十分吃惊 因为马特先前可是中情局的头号特工 之所以退休也不是因为个人原因 全是因为得罪了上级 导致被迫离开 马特将自己这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艾力 希望艾力能够提供关于唐尼的信息 殊不知其实中情局也早就盯上了唐尼 想要拿到他的犯罪证据 更巧合地势 波波带着莎拉也住在这个旅馆 还就住在马特的隔壁房间 在这段时间内 唐尼派出的三个大汉也来到了开曼群岛 三个看着不怎么聪明的壮汉 一路来到了旅馆找波波 可没想到还没找到波波 就先发现了艾实力 因为艾实力在为人父母的问题上展开了争吵 导致他在出门的时候 意外撞见了三人 他赶紧跑回房间把消息告诉了马特 马特立刻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他让艾实力以最快的速度 将房间的大门打开 随后他把最前面的壮汉直接抓了进来 紧接着就是一顿惨无人道的殴打 门外的两人只能听见同伴的惨叫声 这时波波也注意到了外面的情况 当得知马特两人就躲在屋子里 看见他们两个还傻傻站在原地 波波气不打一出来 让他们赶紧进去把人给抓出来 而房间里的马特妇女 决定抓紧时间快点逃走 马特发现了墙上的一根绳子 看着又长又牢固 于是他将绳子绑在了艾实力的身上 准备一点一点把它掉下去 但是就在这时 两个壮汉已经破门而入 由于马特紧紧抓着绳子 所以只能一边拉着绳子一边跟两人战斗 好不容易将艾实力给放到了其他楼层 马特终于能够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了 他先是一巴掌直接打晕了二傻 然后跟三傻战斗的途中 意外跟他一起掉了出去 两人被吊在半空中战斗 幸好马特机智 直接抓住了一旁的栏杆 让三傻失去平衡直接掉了下去 这件事很快就在旅馆里传得沸沸扬扬 两个罪魁祸首趁着旅馆混乱的时间 赶紧溜了出去 坐上出租车后 马特带着女儿找到了自己的前同事乔依 乔依作为技术人员 很快简朴帮助马特他们破译了U盘的内容 当打开U盘以后 三人的脸上都十分震惊 于是马特立刻联络了艾莉 把U盘里面的证据都告诉了他 可没想到艾莉却说 真正恐怖的犯罪分子不是唐尼 原来在唐尼的背后还有一个真正的包袱 那就是唐尼的女老板加里亚 而这里面的证据都跟加里亚有关 与此同时 唐尼已经来到了开曼群岛和波波会合 他们在波波的带领下 来都来老林的住所附近 准备凭借人数的优势来围剿马特 可是唐尼的手下都太傻了 在行动的时候就已经被马特发现了 但是现在船上 根本没有能够用的武器 只有一把信号枪 为了安全起见 马特先让女儿躲到了船舱下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大傻子从船只的右侧 准备偷偷上船偷袭 但是马特已经发现了他 直接用信号枪堵住了他的嘴 然后直接来了个火烧喉咙 可是就在大傻子受伤的时候 他携带的武器却落入了水里 紧接着直接在水下炸开 将船下面炸出了一个洞 艾什利被困在船舱里面命垂一线 另一边 唐尼让波波干掉沙拉 就在他拿出武器的时候 沙拉直接撞翻了他 然后将武器抢走丢了马特 马特拿到武器大显身危 直接利用武器解决了好几个敌人 沙拉也抓紧时间打开了甲板 救出了艾什利 可是没想到唐尼却摸到了两人身后 用武器挟持了他们 并逼迫他们上船 马特好不容易干掉最后一个对手 却来不及阻止唐尼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着艾什利两人离开 于是马特第一时间联络了艾利 得知唐尼已经带着两人回到了迈阿密 还关在了加利亚的别墅里 他乘坐最快的一趟飞机也回到了迈阿密 并且得到了艾利的支援 拿到了一堆强力的武器 带着这些装备 马特决定单枪匹马去营救自己的家人 另一边的艾什利两人也没有束手就擒 母女两人配合打倒了看守他们的守卫 这时马特也使出了吊虎离山之计 利用汽车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他潜入别墅准备救走艾利森他们的时候 唐尼跟加利亚已经发现了他们 就在拿到U盘以后 反转出现了 唐尼竟然布满加利亚的统治干掉了他 这时艾利也带着手下赶到 谁知道手下竟然也是犯罪组织的人 四人本以为性命不保 一个政客突然从后面出现 干掉了手下 等事情彻底解决后 马特才从政客口中得知 原来马特的女婿吉米是政府安插的卧底 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政府在利用马特 但是马特还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并跟女儿恢复了关系 这个头戴猴子面具正在战斗的男人名叫基德 在嘈杂的地下竞技场里面 他被对手肆意蹂躏 瘦弱的身躯根本不是这个肌肉男的对手 被对手打下擂台的基德 就像个丧家之犬一样 在所有人的唾弃声中离开了竞技场 基德用自己的生命在赚钱 可没想到到头来 全场老板还要克扣他的工资 甚至还对基德进行人身攻击 偏偏基德只能忍气吞声 因为他所要的并不是金钱 而是要寻找关于杀害家人的凶手 原来基德是一个孤儿 因为坏人们想要将基德的故乡给拆除 所以特地一把大火烧毁了整个村庄 这场大火让基德的父母也去世了 他手上的伤疤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没有了父母的基德在监狱里面长大 悲惨的童年生活 让他永远记得在那场大火中 点燃火柴的那个男人 因为母亲曾经跟他说过关于神侯哈努曼的故事 所以基德化身成为了神侯 以此来纪念他的母亲 在竞技场打拳谋生的同时 他还一直在委托一个名为垃圾的孩子 寻找跟自己仇人有关的目标 因为付出了相对应的报酬 基德得知了众王之后昆尼的信息 在得知对方每天都会在咖啡馆喝咖啡以后 基德让一群混迹街头的团队 偷到了昆尼的钱包 并且根据钱包里面的名片 来到了昆尼所经营的酒吧里面 并且以归还钱包为理由 找到了昆尼 希望昆尼能够收下自己在这里上班 本来昆尼并不想收下他 但是基德却晾出了自己的手 表示自己只需要一份最脏最乱的活 这个提议让昆尼收下了他 于而基德也在墙上看见了昆尼跟仇人的合照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仇恨 回到家以后 基德满脑子都是母亲的影子 成功混入昆尼的酒吧后 他在酒吧后处里面做起了苦工 并且趁着空闲的时间 来到了黑市跟武器商人 买了一把小巧能够藏身的武器 等回到餐厅 基德又利用每一分每一秒 窃听昆尼的谈话 他发现昆尼竟然在背地里 还经营着关于女郎的生意 而且先前一个跟自己搭话过的男人 正是帮昆尼处理脏活的手下 基德一改当时的态度 希望阿芳索能够带着自己一起行动 他想要通过阿芳索来进入仇人的社交圈 为了获得阿芳索的信任 他还特地给了阿芳索关于地下竞技场的位置 并告诉他只要听自己的 压神侯前两局获胜 最后一局失败 就能够赢得盆满钵满 本来阿芳索还不相信基德的话 可是当他来到地下竞技场后 发现一切真的按照基德的话所发展 这让阿芳索成功赚取了大量的报酬 于是按照约定 阿芳索带着基德来到了大老云集的一个俱乐部 这里表面是俱乐部 可实际却在经营着女郎的生意 在这里基德看见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商人和官员 而且他还在这里 看见一个男人的手上 竟然戴着跟仇人一样的戒指 一时间复仇的欲望霸占了他的脑海 担心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基德 赶紧跑到了后门巷子里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或许是觉得两人一样无家可贵 好心的基德拿出了一些给小狗 接下来的每天 基德一边在练习自己的枪法 还一边在喂养小狗 让这条小狗变成了他最好的帮手 甚至就连手枪都能够藏在小狗的身上 他利用小狗 成功将武器带到了俱乐部里面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基德终于要开始了他的行动 这天晚上 基德被阿芳索带到了俱乐部背后隐藏的会所里 这里到处都是正在享乐的商人和官员 而基德的仇人刺客就在这个会所里面 看见这些多为非作歹的坏人 基德的心中充满了愤怒 他来到了厕所里面冷静了一下 走出去后 发现阿芳索正在被一群坏人所侮辱 基德强忍着情绪 走到仇人那一桌服侍他们 而基德怀里的武器 却不甚被一个女郎所看见 幸好这个女郎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先前就在俱乐部后面的巷子里 跟基德有过交流 所以他并没有举报基德 而是将这份惊讶给压制了下来 而仇人因为在吸食了大量的违禁瓶以后 身体里面竟然发生了特殊的反应 他来到厕所 血液一直从鼻子里面流下来 此刻基德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仇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等他转过头 才发现基德已经拿着枪对准了他 可就在基德准备开枪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仇人趁着基德走神 直接拿起洗手台的武器 直接砸在了基德的头上 没想到基德准备了这么久的行动 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化解了 而基德不仅没有打中仇人 还意外打伤了从厕所出来的路人 而俱乐部外面的所有人听到动静 全部都乱做一团 全部逃走 基德和仇人的战斗也是难分难解 没想到基德这么多年的锻炼 如今却连自己的仇人都打不过 他偷偷带进来的手枪更是被仇人给踢开 而仇人的那些保镖听到动静后 也全部赶到了厕所 基德一看自己已经没有了复仇的机会 于是使出了最后一丝力气打倒了仇人 然后用地上的马桶碎片打破了鱼缸 随后准备破窗而逃 可是基德的力气实在是太小了 没办法的他只能拿起灭火器一路突破重围 等来到停车场以后 基德发现对手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眼看情况如此紧急 基德直接抢走了阿芳索的三轮车 一路冲了出去 而阿芳索见自己的爱车被开走了 也赶紧追了上去坐到了车上 两人就一路开着三轮车狂飙 没想到三轮车的速度竟然如此迅速 竟然很快就甩掉了敌人 他还利用三轮车的优势开到了巷子里 本以为可以顺利逃脱 却没想到一个小女孩突然站在他们面前 基德一个急刹车 被身后的警车抓住了机会 直接撞翻在地 下来的警察更是一个闷滚 直接敲昏了基德 等到基德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警车上 双手更是被束缚着 他知道要是自己被抓走了 那绝对是活不下来了 于是基德拼尽自己的权力 将警察全部打倒 然后推开车门直接跳了出去 刚好跳到了后面的一辆车上 汽车停下来后 基德为了逃避追兵 慌不择路意外跑到了一个酒吧里面 把酒吧搞得乱七八糟 就在警察和帮派成员的双重追捕下 基德一个不慎掉入了河底 等到他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好心人所救 村长更是不在乎基德的绅士背景 邀请他留下来休养生息 于是基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还想起了关于儿时的所有记忆 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 也全部都是被仇人所迫害过的人 所以他们都很支持基德的复仇计划 接下来的日子里 基德在这里开始了新的训练 他一边充盈着自己的内心 一边锻炼着自己的肉体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基德的实力便突飞猛进 电视上报道的关于高层们的新闻 让基德的复仇之心熊熊燃烧 所有百姓都因为这些人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这天 一个村民因为违抗政府 竟然直接被打成了重伤 基德知道自己应该行动了 于是他在神像前前诚祈祷以后 拿走了里面的钱 再一次化身身后回到了地下竞技场 这次的基德已经不同往日 面对曾经痛扁自己的对手 基德发挥出了超级强悍的实力 不仅轻轻松松躲过了对手的进攻 最后更是一招就将他彻底击倒 而基德没有趁他重伤而下死守 这个做法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 获得了前后的基德 重新购买了一身装备 回到了当初的那个俱乐部 这一次基德是有备而来 他利用煤气罐炸了整个后厨 随后一路打到了俱乐部的大厅 仇人的保镖们都以为这次只有基德自己 拿着武器就冲了出来 将他给包围住 殊不知这一次那些村民们 也加入了这场为了正义的战斗 他们戴上了面具 做足了伪装 一路杀到了俱乐部里支援基德 那些保镖一时间就如同败家之犬一样 被打得抱头鼠窜 而赶来支援的昆妮 更是直接被当初帮助过基德的女郎给解决掉了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基德也找到了仇人 面对火力全开的基德 仇人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基德将仇人打倒在地后 直接拿起了地上的高跟鞋 利用鞋跟给予了仇人致命一击 彻底给母亲报了仇 但是基德知道 事情还没有结束 他又穿过了走廊 来到了始作俑者沙克的面前 是他操控了这一切 面对一路杀来的基德 沙克没有丝毫慌张 手上藏着一柄尖刺 出气不意偷袭了基德 可他没想到基德根本不怕死 活生生用手接住了尖刺 一下又一下地干掉了沙克 随着沙克没有了呼吸 基德的大仇终于得报 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员们 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路杀刺者沙克的尖刺